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介紹 關於 雲端運算的可奈端 還有Data Center 那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往下講 上禮拜我們跟大家提到 Data Center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提到說 Data Center 它在運作的時候 它是目前整個 所謂的雲端運算公司 他們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說 Data Center的效能 效能的話 如果變得比較好的話 它就可以 比別人比較低的成本 它比較有競爭力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說 Data Center它現在建在 大樓或地下室 Data Center就是以前常講的機房 那這個機房建在 大樓或地下室的話 是以前的做法 可是這幾年的話 其實這種觀念 有一些改變 那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說 如果它放在地下室 或一些比較 一般的房間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那舉個例子來講 可能會遭受 淹水的問題 這種問題 最近蠻嚴重的 特別是地下室 那大家知道 這些資訊化設備 都是很怕水的 只要淹水它就完蛋了 這邊要跟大家提到的 那另外呢 一個標準機房在建置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些東西 可能需要 譬如說 它不是一般的房間就可以了 它第一個 要先把電力佈置完成 然後來建置高架地板 那不知道同學有沒有看過高架地板 那高架地板 然後一般就是像 幾個例子來的 就像家裡盯核式一樣 會離開地面 然後盯出一個空間 那但是 就把核式的 木材地板 變成所謂的 鋼骨式 像類似青鋼架 你看到青鋼架 把它盯到地面上來 類似這個樣子 那 那 定高架地板 有什麼用途 最重要的用途 它就是為了 為了第一個 防草 然後 防 防靜電 因為高架地板 它實際的運作的時候 它會做一些防靜電處理 然後還有接地 因為 地板上面就會放我們的 機架 跟設備 這些都是高架地板 必須 必須 擁有的 一個功能 那 如果 所屬單位的高架地板 沒有做到這些功能的話 那它的地板就是 應該是功能不全 那另外呢 一個所謂的Data Center 它除了高架地板以外 它 第一個要佈電 電力設備 然後把網路拉到這裡來 所以 變成是 所謂的 呃 雲端運算的Data Center 就是一個網路的枢紐 那 高架地板之後 就要開始佈機櫃 那機櫃當然就要 接著就把那個 那個 SERVER放上去 這就是我們在上禮拜 跟大家提到說 Google的機房裡面有 七八十萬台伺服器 這樣的一個 一個盛況 所以 這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可是呢 大家可以發現說 如果這麼多伺服器 它就是耗電量很大 所以這機房就是一個 幾乎就是一個大的電力消耗點 那 為了 為了 為了讓這些電力的消耗 然後 電力消耗之後 一定會產生什麼問題 就是 熱能 大家知道 平常我們在房間裡面開一部電腦 兩部電腦 其實這房間的溫度就會拉高 更何況裡面有那麼多部的伺服器 在運轉 而且是20小時一直運轉 那 它 它就會產生很大量的一個熱能 所以呢 所以 如何把熱能 排掉 目前的方法就是開冷器 利用空調系統把它 把它整個壓下來 這是目前的 一個做法 那 剛才跟大家提到了 這個做法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 機房就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呢 新的一代的Data Center 要怎麼降低這樣一個狀況 我們上禮拜就跟大家提到說 虛擬化 是一個解決方案 另外呢 我們如何利用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技巧 來讓整個電力的消耗 跟損耗 降到最低 那只要這個降到最低 這一家所謂的 雲段運算的一個服務 提供了公司的成本 就會降到最低 這也是要跟大家提到的 那Data Center 它就會提供 比如說像Google App App Engine 那這些功能 這些功能都是在Data Center裡面 那另外呢 比如說 目前 目前常看到 Hadoop May Reduce 就是Apache的進行會 他們做的這些機制 然後呢 虛擬化的話 剛才跟他提到說 你要省電 所以你必須做虛擬化 VM 來run一些運作 然後 可以讓很多 單位 他們要買的 伺服器 集中起來 都統一 由 這個Center來提供 是這邊提到的 那上禮拜有更提到說虛擬化 其實分兩大 一個叫全虛擬化 一個叫半虛擬化 好 那 我們上禮拜大概跟他提過了 那 也跟他提到 虛擬化的話 目前在Windows Server 2008 Hyper-V這邊 有一些 有一些 這個軟體可以支援 另外呢 還有另外一套 滿有名的 叫VM2 有沒有 然後他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這兩套各有各的優缺點 那虛擬化的技術的比較 上禮拜有跟他提到說 虛擬化 他可以經由中間的一層 原生的一個OS 然後呢 讓虛擬化是技術在上面 這就是這邊提到的技術虛擬化 那另外呢 在原生虛擬化就是 他可以直接去控管 下面的一個硬體 因為不管怎樣 所有的OS 所有的 那個 應用軟體 到最後都是要去 靠硬體來 弄指令 那只是說 是誰來呼叫 那最底層的 最底層的硬體的指令 那就分成說 如果你是直接由 虛擬化的VM去呼叫 那就叫原生虛擬化 然後呢 中間 如果你 你經由 作為系統的一個 轉換 再去呼叫 你的呼叫都經過一手 那就是所謂的技術虛擬化 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那這兩個的最大差別就是 應該就是速度啦 還有 還有程式撰寫的困難度 如果你 經由 作業系統提供的API 去呼叫 那當然就程式撰寫啊 或是其他作業都比較簡單 但是 但是他 需要轉換 然後呢 他的那個 時間比較長 然後這第一個第二個 他的 欸 硬體的執行效能 不是最好的 這是這邊都要考量的 這邊跟大家提到 那 上禮拜也提到說 目前 在提到 Big Data 講的就是所謂 海量分散式運算系統 那 剛才提到說 Data Center 它會提供一個 海量的一個儲存 跟海量的一個運算 那重點就是 如果把具具全部做虛擬化 然後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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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奈端 來把資料上傳之後 由伺服端來決定 怎麼樣 把資料分散儲存 其實分散預算 是這邊海量會提到的一個部分 那 如果去管理 資料中心的數萬個伺服器 這個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 一個技術門檻 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伺服器 你怎麼知道大家的現在的負載量 跟大家的握肉 然後呢 如何去做一個 分配跟管理 是這邊 很重要的一個一部分 那 海量分散式運算系統啊 海量分散式運算系統 它 當然 我剛才跟他提到的 除了運算以外 它也會做一些儲存 那儲存的話 我剛才跟他講的 現在 所有的網路集中點 都是在這個 Data Center裡面 你如何讓大家的儲存 然後也不會造成所謂的 Io的瓶頸 那這邊提到的 Io其實講的就是所謂的 那個 網路的部分 這也是這邊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重重點 另外呢 海量蓄力化 它必須要搭配一些 重要的訊息 譬如說 你要不要做一些 Index Server 來查詢你的儲存的位置 因為你現在所有的資料都放在 放在那個 所謂的Data Center裡面 那Data Center裡面 又有幾十萬部的伺服器 那當你資料存在這幾十萬部的伺服器裡面 你怎麼樣去取用 跟存取 是這邊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 這個 Index Server Index Server 就是所謂的伺服器 然後呢 它可以去查詢 資料儲存的位置 那目前 大家常看到 抓Bars 它會給你一個網路位置 網址 那 它的 它的應用方式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 可能大家是 同個網址 但是 但是檔名不一樣 或是同個 不同的網址 那表示他們可能在不同的伺服器 所以呢 這裡也是各家有各家的一個處理方式 跟儲存方式 但是 使用這個所謂的Index的方式 鎖眼的方式 來查詢儲存的檔案 是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 所謂海量 海量伺服器也接下來會把 各個Data Center裡面的 可 可用的一些儲存點 拉出來 拉出來運用 那 那 這邊 這邊 海量分散的一個 一個 5-5 有提到說 分散式運算 很適合把 一個很大的工作 分散給不同的電腦運算單位 進行資料處理 計算的一整程序 那這些大量運算阿 大量運算阿 分配給每個電腦 然後來執行小量運算 然後來 湊起來這是一個大量的運算 這邊提到說 海量預算 其實它最重要就是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那 第一個 這邊提到說 你如何去進行分工 分工 然後呢 接著把工作收回來 然後呢 也知道每個分工的對象 他們的工作負載 還有他們目前的負載量 是這邊很重要的一部分 要如何做到這一點是 海量運算一個很重要的瓶頸 很重要的瓶頸 那這邊要是 現在各家大廠阿 還有各個實驗室 他們對這一塊 其實都是很 投入很多研究在這一塊 那這一塊的話 這部分的研究 其實要做出來不難 但是要做到好 其實是有難度的 因為 它卡到很多瓶頸 舉個例子來講 第一個 運算的部分阿 各位同學知道現在 現在這幾年很夯的一個 運算 早期我們在念計算機概論的時候 我們都會學到說 講到運算 就是在講電腦的CPU 那 這幾年在講運算 不見的就是CPU 這幾年很很常 把顯示卡 拿來做運算 因為顯示卡 它是一個圖形 一個處理的運算 它運算量很強 所以這幾年有比較 它就有一個運算 叫GPU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聽過 GPU 那GPU 它的運算量 和運算能力 其實比CPU還好 那是不是以後 電腦裡面都不要裝CPU 大家都裝GPU 其實不然 因為這兩樣東西 有它們的運算的一個長處 GPU比較適合一種 一種 Io比較 比較 不常Io 然後呢 規則性的一個運算 第一回式的一個運算 比較適合GPU來運算 那如果CPU比較 比較適合處理各種各樣 不太確定規則的一些運算 它就是它比較通責性的一個運算單元 所以這兩樣東西 其實有它們各有的長處 那我剛才跟大家講到 接下來這些運算公司 它們必須要提供客戶 儲存跟運算的能力 那在運算方面 它可能需要說 唉 我提供你CPU的運算 跟GPU的運算 那 有時候 那個 有時候那個 使用者 他並沒有要求說 他 他想要怎樣的一個運算 但是 你的那個 服務提供者 就是 雲端運算的一個 提供這個服務的公司 是呀 它們必須要提供到 你需求的運算 但是它 使用者不會管你 你怎麼算的 那我剛才跟大家提到說 這些公司 它們要提供你怎樣運算 當然以它們最有利的方式來提供 所以 你的工作要是 可以由GPU 然後把它一下子算完 然後呢 交換給你 它就用GPU算 那 而且它不是只應付你一個 使用者 所以呢 它必須要搭配整體的一個 一個需求 然後來找出最好的搭配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選 它做它最有利 最有利益的排程 譬如說 它以最省電的方式 完成所有人要求的工作 的運算 是這邊提到的 那我剛才跟大家提到 GPU 它GPU的優勢 它CPU 有CPU的優勢 所以 所以呢 並不是每一台提供運算的電腦 都需要裝GPU 那也不是每一台都 所以 每一台都是儲存 然後呢 這些 這些 特殊功能的電腦 它們可以去互相做搭配 然後呢 做互相的支援 那它做儲存的電腦 也有CPU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怎麼去互相搭配做支援 也是 接下來 雲端運算公司 它們去處理這整個過程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 這也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那雲端運算所需要的原件 我們剛剛 我們已經講了Cline端 Data Center 好 接下來要講 跟大家講到 分散式一個伺服器 那這邊 提到的 提到一個分散式伺服器 它不會在同一個地點 它是分散在客處 那這個 這個好處就是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這樣一個東西啊 它可以做 做資料備員 然後呢 它可以讓儲存更快 好 我們先講資料備員 上禮拜有跟他提到說 資料備員的話 我們會提到所謂的 异地備員 那异地備員的話 原則上 是會在經由 目前 所在地的 30公里一個範圍 稱作一個异地備員 那為什麼是30公里 上禮拜有跟他提到說 這30公里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 一些天然的災害 它不會影響到30公里以外的一個地方 做一一備員 這個 這邊提到的其實就是災害的 災害的備員 那 雲端預算的系統 這邊 提到的是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接下來 接下來要跟大家提什麼 就是說 你除了做災害預防之外 你分散式有什麼好處 我剛才跟大家提到 一個Data Center 它有幾十萬排機器在裡面 然後呢 一台 電腦其實是耗電的設備 那這麼多台設備 它的電力其實是 是消耗很大的 那電力集中在某一個區域裡面 這 這也不太好 因為這個小小的區域 把所有的電都吃光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 一個區域的所謂的密集度太高了 是這個區域沒辦法負荷的 譬如說 拉電纜線 電纜線 它的走線大概只有這樣幾種走法 你能夠把它分流到很 很 很 理想嗎 這是 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呢 每一個土地密度 它每一個空間 能夠長的 能夠擺自的 Data Data Center 一個伺服器 就跟人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房間能住幾幾個人 齁 這個都是 都是有一定的一個 一個上限 齁 是這邊提到的 那 如果超過這個上限的話 很容易就會 就會 有問題發生 齁 這是第一個 所以呢 剛才提到說 當量大了 的時候就是 做分散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 開另外一個新的 所謂的Data Center 把資料分散掉 齁 那接著呢 要再來跟大家提到說 所謂Data Center啊 的一個 很多個Data Center 組成的一個 distributed 一個Server 它有一個分散式的Server 就是 使用Data Center的觀念 另外呢 這是全世界幾乎每個人 都有 都有電腦 接下來 運用運算 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能不能 將這些電腦的 運算資源 整合起來 為你所用 這也是一個 一種另外一個 所謂的這邊分散式 伺服器的一個 一個東西 舉個例子來講 P2P啊 P2P大家用的時候 都有一種觀念 就是說 我上網去用 然後呢 我下載歌曲 然後我去找 這個歌曲哪裡有 然後你 你找 最適合你下載的 下載點來 來下載 那最適合下載點 其實你也不會管 這個點到底在哪個國家 你只希望說這個第一個 這個點 你下載的時間 越短越好 速度越快 是你下載一個 一個需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可信賴的點 什麼叫做可信賴的點 可信賴的點的意思就是說 我下載這個檔案 它的窄點是可靠的嗎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會 會偽造說 什麼快來下載 我怎麼叉叉叉 可是呢 你會發現說 它請你快來下載 結果呢 結果可能 它這個檔案是有問題的檔案 第一個 不能開啟 第二個 可能有木馬 或病毒 所以 有時候大家選下載點的時候 都會去考量說 找一個比較熟悉的地方 和下載點 或看個比較安全的下載點 那我剛才 綜合剛才講的這兩個條件 大家有沒有發現 比較好下載點是誰 你越近 然後呢 可能是你認識的 所以呢 最好下載點是隔壁的同學 對吧 那因為越近的話 它的下載成本是最低的 就是現在所謂的 常講的一個叫探足跡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同學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它的檔案給你應該都是比較OK 你比較信任它 這兩個 所以 剛才提到說 把所有別人的檔案 的 電腦 當作伺服器一樣開放出來 是這邊提到的 你看喔 它會 它在 它做轉換的時候 它可以去做一個 分散式一個 一個 一個伺服器的轉換 然後呢 它可以把 目前你要的那個 譬如說那一首歌 然後呢去找 網路上哪裡有 也許是Data Center裡面的伺服器有存 那也許是 找一找到 欸 你隔壁附近 有一個人的 譬如說 他的手機裡面有 然後呢 他只要願意分享出來 然後呢 你就會從那邊下載 所以呢 現在這邊所提的那個 分散式伺服器啊 其實有一部分在講這個部分 並不是全部都是講 Gata Center 因為 因為 網路的世界啊 比較強的就是 把網友的資源 整了起來用 這是網路世界提到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同學們要記得這一點 那為什麼不會講到這一點 大家可以發現啊 網路上比較 比較 重要的東西就是 集合網友的力量 那 最近有一些 紙本的書 都停刊了 前例是很比較有名 比如說 Playboy 格樓雜誌 那在之前 什麼那個 大英百科全書 他一年的 他一年只賣出幾套而已 已經快撐不下去了 所以你會發現 早期這些書都是很夯的 銷售量都是相當大的 這幾年因為網路的關係 他們都被打擊到了 那 舉個 舉個百科全書好了 大英百科全書跟所謂的Wiki 有沒有 喔 維基百科 這兩個 這兩個百科全書 你覺得誰寫的比較詳細 喔 同學會講 早期你要 很多知識你就可能會去那個 那個 大英百科全書查 那現在你為什麼知識 可能說 那個 那個 維基百科有 那維基百科誰寫的 大英百科全書誰寫的 大英百科全書 早期都是出版社找 某一個領域 然後找那個領域的專家 請他寫 那 維基百科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可能就是網友騎個頭 然後大家對他的主題 每個網友 你一嘴我一嘴 然後 你一句我一句 然後呢 他有人對前一個人講的 好像你講的不太對 然後又幫你改 那這裏面的步伐 有一些是專家 有一些是路人加以柄 那 最後大家討論出來的結果 那可能就是對的 甚至說 他的正確率還蠻高的 甚至比那個還高 這第一個 所以呢 這邊有提到說 這邊有提到說 這樣一個方式啊 這樣一個方式啊 可以讓 可以讓 可以讓大家可以學習到 如何去 去完成這樣一個 一個 一個 百科全書的一個撰寫 然後呢 早期 找那些專家來寫百科全書 可能都還要付錢 那 目前啊 目前 百科全書 變成維基百科之後 都是網友 自願的來 來撰寫 所以呢 他搞不好就是不用付錢的 所以呢 而且他的速度又快 那經過大家 經過大家很熱心的來進行 所以呢 就完成了 那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有一個部分啊 就是說 接下來的世界就是 進入網友的力量 來完成 所以 剛才提到說 大英百科全書 跟很多 很多 目前以前 傳統大家用的 一些使用習慣 所以 都會不一樣 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那雲端運算系統 所需要的元件 剛才提到說 分散式伺服器啊 它除了 我剛才跟大家講 它除了 它除了做 做 做負載平衡以外 然後呢 它 也可以讓你的資料來源 更多元 是你周遭的一些 一些那個 節點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讓你 它也可以讓 其中 剛才提到的 Data Center 它在佈建的時候 它不用集中在一個區域 因為一個 一個土地面積或空間 能夠 佈窄的那個 伺服器 是有限的 那 它使用分散式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 整個Loading 分開 整個Loading分開 不要集中在一個點 除了貝源以外 它也讓它的 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更容易去 固件 然後呢 更確保它的 穩定性 是這邊提到的 那 穩定性 一旦提高的時候 它另外呢 它也限制了整個 伺服器的量 那 這樣它也更容易去 去做一些 做一些那個 資料收集 跟 跟 控制的一個動作 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接下來啊 要跟大家提到說 在雲端部署啊 我們常聽到 雲端部署 其實雲端部署 可以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個 就是公有雲 顧名思義 一定要公有雲 就是 公家組織的 或者是 廠商提供的 不是你的 不是你弄的 就是外面你租的 你租的 你租的 提供你服務的 不用錢的 不管是你租的 不用錢的 這全部都通通叫做公有雲 或者是像政府的網站 那公有雲 譬如說現在很行 很行的 Facebook 這些都叫公有雲 不管是你要不要付錢 反正不是你嫁的 那私有雲呢 私有雲就是你架設的 你自己架設的 譬如說 舉個例子來講 學校的E-mail 就是學校的 專屬的 如果你用google google gmail 那就是 屬於公有雲 我們這樣區格好了 學校的 就屬於 一大大私有雲 然後呢 一大的niu的mail 然後呢 外面 外面的E-mail 譬如說gmail 就是屬於公有的一個E-mail 以這樣的關聯來分這兩個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叫混合雲 混合雲當然就是兩種混合在一起 還有另外一種叫社群 因為現在 community啊 很夯 然後社群 也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支援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 雲端部署的四個方式 從公有雲 私有雲 混合雲 社群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樣東西啊 這兩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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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區隔 什麼時候要公有雲 什麼時候要私有雲 有沒有 那 怎樣進行 好 那 有幾個部分啊 你會發現 公有雲的話 目前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要花錢去租 或不用錢 但是他提供很大量一個負載 他提供很大量的一個一個一個伺服器 要讓你使用 那私有雲呢 私有雲呢 你會發現私有雲的話 他 他是提供 提供是自己來架設的一個一個 雲的伺服器 然後只提供自己內部的人使用 那 為什麼私有雲 不能取代掉公有雲 那為什麼公有雲 不能取代掉私有雲 我們來講一講差別 因為私有雲 每家公司如果都去架雲的話 而且 你怎麼知道你雲的一個 一個一個量 如果自己來架的話 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雲端伺服器 自己的 那他根本不用去外面租 那這樣的話 這個 降臨一個私有雲的雲端伺服器 會有什麼問題 舉個例子 上 上次一直跟他提到說 像 一些 大眾運輸工 工具的公司 他們在某些特殊節日 要提供訂票 那 訂票 一年 只有幾次的大節日 會有大量永巨 永進大量的流量 那你為了應付這樣大的流量 你去依照那個規格來採購伺服器 那你會採購一個很龐大的伺服器 但是這個伺服器 可能一年只用個幾天 那其他時間都是用不到 因為沒有那麼大的量 大家了解嗎 那 是不是 把這樣一個伺服器的提供 交由郭友雲來做 那郭友雲 這些公司 他為了提供降服 他 他 他去買了一大堆伺服器 那在譬如說 在A特殊節日 給你這家公司用 在B特殊節日 他就把你這個資源 調去給錢 他用 所以呢 變成是你用多少 算多少錢 然後呢 對助用的公司 他又不用 又不用去 花那麼大的錢 去建置一個他用不到的地方 的伺服器 然後呢 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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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一個想法 這些都是一個想法 那 如果 大家都用公有雲的部分 來取代掉私有雲 那會有什麼問題 我上次有跟他 跟他提到 公有雲就是公開環境嘛 即使是 那一家公司 他跟你說 他會保障你資料的安全 他會跟你簽條約 還是到時候 資料出了什麼事 他 他頂多是 那個 鞠躬道歉賠一點錢 然後最後損失還是你自己 所以 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話 一般都會做一個切割 就是說 我們會把 我們會把 一些資料啊 比較 重要的部分 比較重要的部分 喔 比較重要的部分 留在自己公司 就是 架一個小型的私有雲 來 來負責 那個 自己公司的部分 那 公有雲的部分就是 我剛才提到說 他量大的時候 我用公有雲 甚至有 有可能是說 平常 平常 如果訂票 人數不多 我自己公司的一檔台伺服器 就撐住了 我就平常用自己的就好 然後呢 我會跟公有雲的公司 簽那種 特殊節日 或特殊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當我這兩個伺服器 的執行率 都達到80%到90%的時候 就必須 把 流量移到公有雲去 那這時候 他就必須要承接 他用多少算多少 所以呢 這對兩方來講 都是一個優勢 那在公有雲 他也可以 因應各種 類型有沒有 他去 他去提供很多的一個 不同類型 不同服務型態 公司的服務 譬如說 呃 台鐵高鐵電耗系統 他們都是在特殊節日 才會亮大 然後呢 譬如說最近 很多百貨公司 都在周年慶 然後最近 剛好也沒 剛好節日也剛過 所以呢 接下來他們把伺服器拿去 給周年慶用 所以呢 他的 他建設一個龐大的伺服器 也可以到處去賺錢 好 那我們剛才 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講 私有雲跟公有雲的一個 一個 使用的區隔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一個區隔啊 這樣一個區隔啊 你會發現說 欸 如果 如果 以高鐵為例子 高鐵電標系統 或台鐵電標系統 那 很多人 連上去台鐵或高鐵電標系統 他們在做哪些事情 他們有時候只是在查票 查時刻 對不對 然後呢 也不一定會電票 查時刻 然後呢 或者是查 查說 呃 那個 票還剩多少 那真正進入電票了 可能在查詢的 人次跟實踐裡面只佔 譬如說十分之一 或是五分之一 但是 如果 所有的人都是在私有雲的話 這些人會把資源吃掉 所以 很多公司會把 比較私密的部分 交由私有雲來做 譬如說他在查詢 呃 時刻 跟訂票 他要直接去公有雲那邊 去公有雲那邊查 然後呢 當他決定要訂票 訂票的時候 然後呢 到了 譬如說線上付款 或填一些 一些客戶資料的時候 這時候 這一個頁面 他就會把它 連到私有雲裡面 因為 客戶資料 跟 刷卡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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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讓這個東西 第一個不見 第二個流露到 流露到他們的一些 外面的一些 一些人的手裡 這邊提到的 所以呢 這邊也跟大家提到說 公有雲跟私有雲 的一個區隔 那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 雲端部署的幾個型態 有其中有提到 一種叫做 不可預期的狀況 那我們剛才講 講到說 欸那個 流量來的時候 再特殊節日 他都是可預期的 那 如果全部都是用私有雲的缺點 也就是說 當這些 不可預期的一個流量 你沒辦法去處理 那我上次有舉個例子 給大家知道 就是說 如果是 譬如說 有某個事件發生 導致大家都一直要抓取那個 那個資料 那 那 一瞬間私有雲也沒預測到 所以呢 公有雲就是私有雲一個很彈性的東西 他 他可以把流量整個導到公有雲去 不可預期的時候 像我上次提到說 欸 國際巨星過世了 然後 大家去搜集他的那個 那個 他的一些專輯 那剛 之前跟他提到說 那個時候 Michael Michael Jackson 過世的時候 大家忽然間 涌進他網站 好 所以這時候 公有雲跟私有雲 雲 如果可以做一些 完美的搭配 好 這樣的問題就解決 所以 所以呢 這邊跟大家提到說 欸 這樣一個部分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好 那接著呢 要跟大家講混合雲 所以呢 公有雲跟私有雲 如果是混合在一起用 就是這邊提到的一個混合雲 那應該這樣講 大部分 大部分 都是 都是在 都是用混合雲 混合雲 混合雲 好 那社群雲呢 我剛才跟大家提到說 社群是現在 呃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好 因為社群的話 它會影響到整個 整個 整個 整個走向 好 現在常常講名義 那 有時候 也許網路的名義 不代表真正的名義 但是 至少它是一個 一個管道 至少它比較 呃 可以 可以突顯出 目前大家在討論的一個事件 所以呢 社群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 如何讓 不同社群的人 他們可以去組合他們的雲 所以呢 這邊 社群雲的佈置 比較偏 應用和邏輯的一個部分 齁 在實際的部署上 公有緣跟市有緣部署之後 齁 它怎麼讓這些社群 能夠 能夠在 架構實體部署上 再 重新的去組合 齁 是社群雲這邊要去 要去 要去 提出來的 舉個例子來講 其實你會發現齁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 交通這件事情 齁 交通 在這個事情 那你會發現 以後啊 當 當 像高鐵現在把台灣變成一日生活圈 然後呢 周邊的交通工具 其實現在也慢慢在整了 那 就 以台北 台北為例子啊 現在用悠遊卡可以搭公車 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高雄當然又是另外一個卡 那接下來是不是有可能整個 我們整個台灣的這些系統 會整合起來 那組合成一個社群 甚至說用悠遊卡去搭台鐵 台鐵高鐵 悠遊卡搭高鐵 這些 整個都是 所以你會發現 這些都是接下來 要去整合的不同的社群 我是搭台鐵的 的社群 你是搭高鐵的社群 然後呢 所以現在常用的ETC 那接下來是不是這些 所有的都可以整合 因為他們是不同社群 那 但是 可能是 同一個人 但是他有不同的身分別 在不同社群 但是他是同一個人 那他們應該有 應該是要能夠做 資源共享 這邊很重要 像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那個 中秋節要回家 請問你去高鐵訂票 沒有位子 你去台鐵訂票沒有位子 甚至說你去訂台鐵的時候 他應該跟你講 你可以訂高鐵 那邊還有位子 或者是 或者是客運 就是 你 他應該 因為 你就是 在這些社群裡面有種 然後呢 他應該主動讓你幫你找出一個 提供你要的一個需求 一個服務 是這邊提到的 所以 這邊提到說 雲端的四種部署方式 是接下來 這些公司 他們在角力的部分 你怎麼樣 怎麼樣打入到 一般公司裡面 提供公有雲 然後呢 一般的百姓 他的私有雲 怎麼架設 然後呢 公有雲怎麼保障 資料的安全 然後呢 怎麼提供 所謂跨 跨社群的一個服務 也是這邊必須要提到的一個部分 那雲端運算的又是啊 下面有提到說 雲端運算 他可以提供 使用者更妥善的服務 這邊有提到說 降低企業的成本 跟風險 因為企業不需要再買伺服器 像現在啊 在學校裡面啊 各系所他們的伺服器 幾乎都慢慢的 慢慢的在關 因為他們都把他們要運算的東西 放到資訊中心 然後呢 開VM來讓他們 他們家的一個 一個APP 或一下的網頁 Mail 所以呢 他們就不用自己去架 去買一台伺服器 然後自己去管理 然後呢 還要吃 還要吃店 有沒有 這整個都可以做集中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提供更妥善的一個服務 接下來這種叫做 叫做集中式的一個服務 是 是 是更可行 這個 這種東西就是從早期的主機代管 然後演變到現在的 直接用這樣一個一個服務 那另外呢 對於 對於 那個服務上而言 提供雲段運算的話 可以 減少很多的一些 一些問題 對使用者來講 這樣的問題 除了剛才講 他們可以不用買伺服器以外 整個管理的話 可以有比較專業的人 來協助你管理你的伺服器 不然以前一個單位一個人 每一個單位都養一個工程師 除了能力的浪費以外 也沒有集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些工程師 他們的學經歷的備養 的素養 是不是足夠 齁 那如果不足夠的話 其實伺服器沒有好好的去管理 也是造成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齁 舉個例子來講 有一些 有一些該做 做 那個 更新的動作 都沒有做更新 有一些 關於人員他的 譬如說他受訓 或他的習慣不好 會造成一些 一些風險 或是一些 入侵的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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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 如果他沒有去做 這些都是 那這邊 這邊另外提到說 引端運算的一些優勢啊 過去常見到的一些情況 譬如說耗費網路傳輸費用 以及時間 有沒有 齁 用雲端之後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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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費的時間 跟 跟 傳輸費用 都會省下來 舉個例子來講 上這邊提到說 雲端運算的 的世界啊 他可以讓世界各地的開發人員 在同一套平台上 做密切的合作 這邊怎麼說呢 大家知道跨國的大公司啊 他們 所謂的跨國 齁 是他們可以跨國的工作 齁 除了他們客戶在 每個國家以外 齁 他們也會去跨國去從事 他們的一些事業 齁 舉個例子來講 他們會 他們會 做聯合開發 齁 就像 微軟啊 他 他聘請了很多 所謂的 印度人的 印度人 在印度那邊聘請很多 所謂的 印度的工程師 來擔任他們的公司的一些 開發的工程師 但是他們 不一定會把他們找到美國去做開發 齁 很簡單 因為 大家知道地球在自轉的時候 當這個地方 上班 然後下班 就變成 應該是地球上 有另外一個角落 剛在上班 我下班的時候 看他剛在上班 那現在很多工廠 或很多做法 他們都怎樣 他們所謂的 工作不間斷 就是 這個工廠 是24小時一直做 然後不關燈 一直做 所以呢 會有上班 上班制 就是早中晚 班 這樣一直做 可是呢 這 不管對工作人員來講 大家都覺得不好 因為 你會發現 我一直在輪班 可是呢 我剛才跟他講的 當你利用地球的特性啊 就是這邊下班 那邊上班 然後哪個國家接力的方式去工作 來完成 完成 一種開發的工作 是目前很多跨國大企業他們在做的 所以剛才提到說 微軟他在開發他的系統的時候 他是利用接力的方式來進行 那早期啊 當 這邊這個公司 結束工作的時候 然後呢 要下班 他必須把他今天做完的工作 跟下一個 要交接的 單位講 就是比如說在印度的公司 那他們以前的做法 可能就是沒有跟他講 你沒有跟他講 然後等到他 上班的時候 他收沒有 或是現在最後跟他講沒有 大家 大家在不同平台上 然後呢 去同步他們的工作 那我剛才跟他講 這樣還是會有問題 亂了幾年 其實這樣同步工作 還是不會達到很完美 齁 那雖然我們 寫過程式啊 或我們開發過系統 我們都知道 有時候人家 在一個 一台電腦裡面 裝一個系統 裝好了 然後跟你講 他把安裝步驟寫下來 然後 軟體都給你 叫你回去自己裝 然後我想大部分的同學 都會講說 這樣 那回去第一次應該都裝不起來 為什麼 甚至說 有很多同學畢業的時候 想要上網去找一些 可能別的學校的一些同學 他們做過相關的研究 然後他們收拾call 也放在網路上 那你可以下載 他們收拾call 回來做 做開發 結果你們常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下載下來的收拾call 不會動 有沒有 你知道 你在想進去那些方法 讓他執行 是不會執行 大部分第一次都不會執行 那大家有沒有想說 不會執行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 有同學想 可能原因是 他留一手 他把 有問題的收拾call 放網路上那裡 不能執行 這也是有可能 這也是有可能 但是 可能性 還蠻小的 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 他放網路上的東西 都是 應該大部分都蠻可靠 那大家有沒有想一想 為什麼你沒辦法執行 因為 因為 你的 你的環境 跟他原本執行的環境不一樣 這也是我們常常寫程式會遇到的 他有一些方訊 你沒有裝 或是他用方訊D級版 或是說 舉個例子 他的東西是只裝在Windows XP 你的是Windows 7 裝不起來 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他沒有跟你講清楚 或是他其實也不知道 他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他用的版本跟你版本 有一樣版本不一樣 一樣 軟體不一樣 那你就亂不起來 那這時候 光搞定這個事 就是一個花很多時間的例子 好 舉個例子來講 之前在開發城市有些驚訝 台灣的城市設計師有沒有 當他要離職的時候 然後呢 他會把一大堆城市丟給 他現在還在 還在這間公司的一個同事 就是他的那個 接他工作的人 結果呢 其實 那這城市只要一出問題 很多時候 他們這些有經驗的工程師 他們寧願自己重寫程式 也不要去讀他的程式 一行一樣重寫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城市設計師 就是大部分的 撰寫程式的那個 那個 習慣到不太好 就是文獻啊 就是那個參考資料啊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撰寫文件啊 還有就是 城市裡面的 的那個 註解啊 都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呢 造成這些問題 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造成說 他們裡面重新 重新寫還比較快 所以呢 平台啊 跟環境就是一個 很 很大的問題 我本身也看過很多 研究生 他們在 寫畢業論文的時候 他們為了這個平台 他們花了很多力氣 然後 國外的網站跟他講 他們都加設成功 然後甚至網路上 很多網友說 有啊 他曾經載過是成功啊 結果他拿回來裝 裝一裝都夠 然後我是裝不起來 好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一定環境跟他環境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網頁 現在我們網頁上提到的時候 雲端運算的優勢啊 他 可以讓 所有的開發人員 在同一個平台 因為他們有個雲端運算的一個平台 在網頁上 大家開發都在那個桌面上 在那個畫面上做 所以做完話你說 就 免除掉我剛剛講的 那那麼多的問題 好 這第一個 而且 你整個 今天開發過程 其實你還可以 太陽程式其實可以側錄下來 好 可以把你整個 整個過程去 去還原去看 那你會發現 今天你班的人 要是有地方沒搞懂 他可以 帶我去看 看錄影堂 好了 看你到底是怎麼弄的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部分 你會發現說 這些東西改變了 全世界的一個開發習慣 所以你會發現 這些跨國公司 或這些大國 他們可以運用這種 日不落 每個 每個 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太陽 都可以工作的一個 一個方式 他們的工作效能 是你一般 小國家比不上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這世界變了 那這個變動 就像之前 人類 之前講的 人類發明 人類發明 人類發明火 跟電燈 就是火跟電燈 造成人類 什麼 什麼 什麼狀況產生 熬夜 對吧 以前早期 但沒有火沒有電燈的時候 人類只要天一黑 就像動物一樣 天黑 該躲起來 休息 因為你不敢出去 出去也不能做什麼事 那現在有 有火有電燈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工作時間延長了 你的工作時間延長 你會發現 哎呀 這樣 這樣 真的是不得了 然後呢 你會發現 從早期 就 電話 電話發明之後 你會發現 大家聯絡方便了 表示 工作也 也逼緊了 因為人家會打電話找你 好 甚至說 手機發明之後 你更跑不掉了 以前就有桌上行電話嘛 譬如說 你現在 你現在不在辦公室 他就找不到你了 你下班了 然後點多打電話到你家 如果你也不在家 他也不知道你跑去哪裡 那現在手機又更不一樣了 他隨時可以call到你 那甚至呢 在之前有E-mail一樣啊 譬如說 嗯 禮拜六禮拜天 你長 你的那個上司 想要叫你做一些事情 他禮拜天發個信給你 有沒有 即使你說我懶傳可以沒開電腦 但是你禮拜一一早 上班 電腦一打開 工作就進來 所以呢 這些都是逃不掉的 甚至你出國去也一樣 人家E-mail追殺你 所以呢 剛才提到說 人類科技眼鏡之後 有時候造成自己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便利跟不便 這也是大家 值得拿出來 討論跟形式的 好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講 雲噸網路的一個特性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了雲噸的一些特性 那接著來跟大家講雲噸的其他特性 那 雲噸網路的特性啊 為了達到雲噸網路的一個特性的一些需求 其實可以從 從幾個面向來看 從那個 服務供應商 跟企業 還有那個 一般我們的社會大眾 那 這些 這些點啊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它可以從事模組化的設計 還有提高 整個安全性 還有可靠性 的方式來講 那 另外 我們等一下會從 網路架構的一個簡化 跟雲噸網路的一個動態 還有 虛擬設備的一個整合 以及切割 首先呢 我們從網路架構的一個簡化 那 為了提高 線路的可靠度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 增加一些 備員的一些 線路 像我剛剛 跟大家提到說 不能將所有Data Center 集中在 所有的 集中在一個 一個地方 那 集中在一個地方的話 它的 每一個 每個地方 跟那個 每一個 角落 它的那個成本 有沒有 還有一些 能夠 能夠分攤 風險的 就會 就會 下降 那 目前的做法 就是把一些 那個 節點 分佈在其他 不同的地方 那接著呢 線路也要進行 備員 那 譬如說 當我們伺服器提高之後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接下來一個 網路瓶頸 可能會是在哪裡 在那個 可能會是在 它的 整個 整個 網路上面 因為伺服器跑得快 但是大家 往網路塞 就塞住了 這種綠子很簡單 就像我們現在常看到的 高速公路也一樣 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 上高速公路 見高速公路 不管見四線道 八線道 那你會發現 所有的車流 都是塞在高速公路 過年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 這種集中式的一種做法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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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塞車 那 那 比較簡單的做法 並不是說 一直把高速公路的那個 頻寬 加大 那 比較高路公路的車道加大 從 兩線道 四線道到八線道到十二線道 這樣對於 對於 疏解交通 不是線性成長 其實比較好的做法 就是多開幾條 高速公路 然後 然後把流量整個分散掉 甚至 用其他技巧 其他技巧 來讓流量 降低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技巧有 例如說 他是用那個 他是用 譬如說 那個流量管制 甚至說 有一些是建議說 大卡車 不能跑一高 要跑二高 類似這樣的方式 把整個建築時期的流量 做一個減少 另外 譬如說 不收費 這些都是 吸引人家 在那個時段 去使用那個道路 這些都是 那網路也一樣啊 你要如何減少這樣一個方式 就是第一個 你要做一些負載 還有流量的分流 好 那 這些都是原因 那 接下來呢 要再跟大家提到說 除了備援以外啊 那 以後你可以上網的設備很多 你一個東西不能上網 舉個例子來講 老師 這個辦公室上禮拜 前幾天有一段時間是網路有問題的 那 查一查 好像是那個 我們這邊有限 有限出的狀況 那 無限是可以通的 那我們就會可能 就轉到 轉成使用無限 去 其他講 我們 辦公室現在都是可以 可以使用有限跟無限 那 也許無限 就是有限的一個備援 這些都是 但是 大家也會面臨到一個狀況就是 你使用無限的時候 你還是不通 為什麼 因為最後他們的源頭 都還回到同一個地方 當然 在很多網路備援的一個設計裡面啊 他們會把有限跟無限 其實他們的 他們整個路由 還有整個backbone 都是切開的 這樣可以確保說 當一邊 不管是哪個 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另外一邊 其實都是可以進行備援的 這邊 這邊都是可以提到的 那 運動網路動態的擴充能力啊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說 雲端網路啊 它的擴充能力啊 是 使用公有雲的一個最大的利機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 讓雲端網路的一個 所有的伺服器 當成你的一個備援 是我們這邊提到的 所以它是有 雲端網路因為有這樣一個方式啊 所以它具有相當好的 備援能力 這是要跟大家提到的部分 那 運動網路的話 它擴充能力的話 它 它其實我們剛才提到說 未來整個 運動網路的一個提供服務啊 它會使用 使用 使用的 多少來付多少錢 這是 這是一個 一個 很值得去讓大家 提到的一個好處 那另外呢 它整個擴充能力啊 也並不是只有說 伺服器它的整個 CPU或運算量可以擴充以外 它也可以增加網路的POR 那甚至說 在流量的時候 它可以增加一些 一些其他POR來協助處理 這些都是它 比較動態的一個擴充能力 那這些擴充能力啊 現在也漸漸做到說 它可以 可以 隨時的擴充 不需要人為的去設定 它可以 很動態的 很自動的 來產生 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那 剛才講 要第一個 要做到這個 然後呢 丟讓 公有雲上面的所有伺服器啊 或是 私有雲這些伺服器啊 然後呢 它們可以 有比較好的一個效能 就是說 第一個 注意它的 上限那個Loading 然後呢 也留意到 有多少人會使用它這個伺服器 讓它 把 工作 然後呢 集中 不會 不會說 一樣工作就佔一個 佔一個 佔一個 佔一個伺服器 這些都是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 虛擬化的話 就是一個 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 結果 那我們可以把一些 雲端啊 的伺服器 依照 使用虛擬化的一個技術 來進行虛擬化 然後呢 它可以做 做相當好的一個 支援的一個分配跟切割 然後呢 它可以依照 每一個人 喜歡的 還有的需求 來切割它 所要的resource 給它使用 是這邊提到虛擬化設備的 整合與切割 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 要如何提供一個好的 雲端運算服務 必須提供一個好的 虛擬化跟 的管理 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那接著呢 跟大家講一下 雲端運算的優勢跟限制 雲端運算的 運算跟優勢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它 雲端運算有很多重點 譬如說 我們剛才提到說 它提供 雲端運算機儲存 然後呢 它的resource 可以動態的分配 它動態的管理 然後呢 另外呢 它 它可以因為你的 臨時的需求 提供 提供 你需要的一個resource 給你 接著呢 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這樣一個 整個雲端運算的 一個優勢跟限制 那 我們可以 我們發現說 達到這樣的一個優勢啊 它必須要有一些 有一些特性 那雲端運算的一些特性 我們可以先來探討 從幾個面向 第一個 延展性 還有存取性 擴充性 還有安全性 那延展性啊 我們先提到說 目前啊 大家所使用的終端設備 從電腦主機 然後呢 擴展到 行動終端 那我們這邊 目前最常用的行動終端 就是智慧型手機 還有平板 還有平板 電腦 那 這兩樣東西啊 跟以前的所謂的 Notebook 跟 跟座上行電腦 是不一樣的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在上禮拜 有跟大家提到 它們是屬於輕薄端小的一個 行動式公式 所以呢 他們的 上網方式 從 所謂的無線上網 進展到行動上網 這也是上禮拜跟他提到的 那 這些 這些裝置也不一樣啊 會導致說 雲段運算 它所要支援的設備 有不一樣的特質 舉個例子 這個特質 我剛才提到說 運算量比較小 然後呢 它必須移動 然後呢 它的 儲存媒體也比較小 這些都是 那另外呢 雲段運算的延展性 它必須要能夠 打通一個不同平台 軟體限制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 iOS系統 Apple的iOS系統 或Android的系統 有沒有 或Nordbook 或 Windows的系統 或 類似Windows的 手機系統 Windows Mobile 這些 這些 這些不同的 iOS 或是不同的硬體平台 他們目前使用雲段的話 他們其實都是可以互相溝通的 然後呢 他們的 文件 都是可以在彼此間開啟 那 現在就是提到說 如何打通不同平台的一個傳統軟體的限制 齁 所以呢 他有沒有發現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接下來這些跨平台的 跨平台的 結果有沒有 跨平台的那個 的運作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接下來的一個運作 那呢 所以呢 雲段運算的一個延展性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那 另外呢 剛剛也跟他提到社群的力量 所以呢 使用社群的力量 來發展軟硬體 發展軟體 或開發一些工具 程式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一個延展性 那 這個的話 也是雲段運算裡面很注重的一個延展性的部分 所以呢 剛才提到說 從 那 雲段運算的一些裝置開始 然後到跨平台的軟體 然後到了 使用社群的力量 去開發 這些都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延展性 那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提到延展性 有這樣整個功能 剛才提到的 從 傳統式的 中端設備 比如說 大型鼓擊 各人電腦中端機 還有 漸播端小的 PDA 平板電腦 Notebook 還有自我型手機 那 跟大家提完延展性之後 接著要跟大家提存取性 那 在 在 雲端上 提供存取 有沒有 是一個 它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你如何提供好的存取 那我們剛才跟大家講的 你如何讓網路上的這些Storage 使用起來 跟你 在 本地端 Local端 用起來是一樣的 這是 存取它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能力 那 這些存取 這些存取 他們 他們 就會提供很多的 譬如說 藍體商店 在 網路上 然後呢 這些 這些 網路商店 我剛才跟大家提到說 它接下來 它只會提供一個什麼 租用的一個能力 它其實也不會讓你 讓你什麼所謂的真的買 因為買不是這個價錢而已 其實你是使用權 那 這些的話 其實是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使用方式 因為使用者也能夠接受 譬如說一個軟體 20塊 30塊台幣 你可以接受 而不是200塊 300塊 那 你會發現 第一個這些 這樣的話 有個抑制一種 現在就是盜寶軟體 因為它夠便宜 所以就不會人想盜寶 大家喜歡抓正版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樣的方式啊 也提供一個所謂的一個 虛擬空間 來讓大家來 來開發 所謂的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微軟的策略啊 它使用Apple Store 提供很多 提供一個平台 讓很多人可以到這個平台下載軟體 那這些軟體哪來的 也是彼此的網友 還有user 還有一些玩家 他們去開發出來的軟體 好嘞 現在 Apple它只是媒合這兩部分的人 讓他們整合起來 所以這是很特別的部分 它經過一個媒合 然後呢 讓兩邊的人都可以賺到錢 開發的人 它有一個平台 可以在這個平台上秀它的成果 那萬一啊 它的東西很受歡迎 譬如說 你常看到憤怒鳥 那它可能因為這樣一個平台 它會賺很多錢 它不用投資很多的成本 做什麼 然後呢 使用者 也可以在這個平台上 找到它適合它的軟體 而且是低價位的 然後呢 Apple 甚至Enjoy這些尬場 他們也可以藉由這個平台 從中間賺到兩邊的錢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幾乎等於是三贏的一個 一個 一個策略 相當的一個 相當不錯 這邊提到 純局性 那這張圖 更顯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會 管理所謂的實體設備 跟 中端設備 中間會有一個虛擬化的介面 那我 我之前跟大家講到一個 以前的Cline Server的東西就是 Server是只有一台 網頁嘛 然後呢 Cline都想多台 是一對多 那接下來 接下來 現在雲端運算以後就是 Mati圖Mati有沒有 多對多 這是存取比較特別的部分 那接下來跟大家提到 存取性的話 剛才跟大家講到 存取性的話 Mati Mati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去做好好的一個管理 跟規劃 那也一樣啊 他就是你存多少 付多少錢 這也是他存取性很特別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也提到說 存取性的話 他就像水電一樣啊 他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預先做什麼 你就要用多少 就付多少錢 那 這樣一個機制啊 這樣一個機制啊 其實大家比較喜歡的 比較喜歡的 那擴充性啊 接下來 剛剛講到擴充性啊 剛剛提到說 擴充性的話 他可以快速的 他可以快速的一個 提供服務 使用虛擬化 只要你的服務不夠的時候 就是 提供商 他就再開一個虛擬主機 來提供你這樣一個服務 是這邊提到的 那 對於使用者啊 他們要增加他的一個服務量 他只要跟工商提一下 然後呢 他們就馬上可以開新的服務給他 然後之後他再依照這個服務的 的 付費標準 下去付費 他平常 不用 不用額外的去做這些動作 但是臨時要的時候 他可以馬上去的 所以呢 這樣一個擴充性 既有即時性跟低成本 所以我們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 一個優勢 這邊比較有擴充性的一些優勢 另外呢 即時轉移服務啊 我們可以看到 虛擬化的介面啊 他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讓使用者 在他無感的情形下 把他的服務 轉移到其他服務器來提供 是這邊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剛才一直提到 雲端預算的一些效能 接著要跟大家提到他的安全性 雲端預算 他接下來會面臨很多 跟傳統網路不一樣的一個安全挑戰 舉個例子來講 你預算跟儲存都放在網路上的時候 你怎麼確保 每個人儲存的資料 每個人儲存的資料 都是可以 被保證 第一個 不會不見 他保證你不會不見 或不會消失 他一個錯誤就是 就是 畏畏被緣 很多被緣 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說的資料在別人家 在網路上 那 你怎麼確保你的個資 跟你的一些個人的Data 不會外流 這也是安全性 接下來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另外呢 雲端預算公司 他架的這些伺服器 來保管這些東西 他怎麼提高 他這個伺服器的所謂的安全性 不容易被害客攻擊跟入侵 這也是他必須提到的 那這個問題的話 這季節 大家對於雲端預算的平台 跟他的安全性 是有時候會去考慮的 考慮的 特別是這一年 就是有美國那邊監控的問題 而是說你資料放在網路上 可能有第三隻眼 第四隻眼 第三隻手 第四隻手 在看你的資料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人 你的資料可能就是被監視的 這是這邊提到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剛才提到說 雲端預算它其實 墊覆了一些傳統 它只要放在雲端預算上的東西 它其實是有備援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避免一些 譬如說這邊提到硬碟 被偷啊 或主機失竊的一種風險 那另外它有做益力備援 所以它的一個 資訊的一個安全性更高了 所以相關這些問題 那這邊 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說 在日本有一家公司 被殭屍病毒攻擊啊 然後還被勒索 所以呢 所以你會發現 安全性是一個 目前大概面臨到一個問題 那這邊提到 典型的一個DDoS的攻擊 那最近各資法成立之後 其實很多個人資料 跟營業秘密的保密 這些都是接下來 除了雲端預算的技術以外 對於人 真的各資 跟其他訊息 大家提到的一個部分 好 那這邊提到資料保護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接下來 雲端預算的這些 供應商 他們包括你的資料 萬一資料 遺失 受損 或外流 誰該負這個責任 那如果當時你們簽的合約書裡面 有講說 供應商要負這個責任 那供應商怎麼負起這個責任 賠錢 然後呢 賠多少 然後這些資料 是不是這個價錢 賠起來 它就會有 它就會彌補它的損失 是這邊也要去提到的 那另外呢 要確保 你放在網路上 資料的安全性 你可以也可以用第三方的一個 一個認證機制 然後呢 去 建一些認證的一個 一個 數位內容 數位內容 那另外呢 安全性的一些優勢啊 安全性的優勢啊 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 集中式的控管 或監視 或 或即時移動 或紀錄等 那 集中式 燈霧式 然後呢 雲端運算的一些隱憂啊 醫生沒有跟大家提到的 它 它 使用飾物器跟儲存設備啊 它必須要有一些備員 然後呢 它對於 使用者對於 傳輸的延遲啊 跟業務的中斷 會比以前更加的敏感 要求度更高 所以供應商在提供這些服務的時候 它必須要 建立做到 讓使用者無感 沒有感覺到 斷線 跟 跟延遲 所以這是它 它裡面的隱憂跟 好 剛才跟大家提到 提到 雲端的隱憂啊 那接著 雲端的有一些隱憂 就是其實它 它使用雲端系統 有一些問題 可能大家擔心的問題 那 那我想之前也跟大家提到過 呃 這個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有一些優點 結果一定有缺點 那其實缺點有時候 要是大家可以接受 那就不是缺點 那 甚至說 有些缺點 那大家提出一些解決方案 讓它變得比較 讓它變得比較 影響不大 那也不算是缺點 那 我們來提提說 如果這套系統 它商業化之後 可能會有哪些問題 第一個 要有備員機制 因為 雲端系統它 承載了很多的人的一些資料 在 在網路上 那 備員機制的啟動 是很重要的 那 備員機制啟動之後 它才能 繼續做 才能確保 客戶的資料 不會遺失 或 發生問題 那 所以呢 一定有備員機制 那 剛才跟大家提到說 雲端系統 其實它 已經有一些備員機制 好 接著呢 要跟大家提到 網路的可靠性 第一個 你 雲端系統的 網路傳輸啊 它 它可靠的一個狀況 是 多可靠 好 那 你一定要做到說 讓使用者覺得說 你的 檔案啊 是 檔案傳輸跟 網路可靠 是相當高的 譬如說 讓使用者無感 是剛才提到的 他沒有感覺說 他在使用遠端的一些設備 在進行傳輸 是這邊也提到的一個部分 那 我們剛才也跟他提到說 譬如說 我們常常發現說 一些單位架的一些伺服器 有時候會因為 某些緣故 而停止服務 舉個例子來講 以大的伺服器 或 其他單位的伺服器 會因為 伺服器需要換硬碟 需要做一些 資料移動 然後需要重新開機 那不管這個服務 是 段時間 有感的一個 一個重開 或者是一個無感的重開 像我剛才提到說 那個 那個 重新重新開機 那 都會造成 網路者 使用上的影響 舉例子來講 比如說 我現在在瀏覽這個網頁 在訂票 或者是在處理一個公文 做伺服器重開 那 我現在目前的工作 就要 重新開始 那重新開始 有時候到無所謂 有時候 你還不確定 那一個 資料是不是有 有 有成功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我們在做網路轉帳 或網路信用卡刷卡的時候 然後呢 過程中 整個系統 忽然 停掉 那我們在開的時候 那會導致說 這樣這個系統 是不是出了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常常擔心 提到的一個問題 好 那 這是提到一個網路架構的可靠性 會讓人家擔心 那另外呢 接下來 常看到的說 網路流量的一個變動 網路流量的變動 也會造成網路可靠性的低落 那剛才跟大家提到說 網路可靠性啊 你成立一個雲端公司 提供服務的公司來做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搭配 所謂的在地的一些電信業者 主要的一直在講 你現在連Google Google的網路有問題 Google的網站上不去 你覺得是Google 它的伺服器壞掉呢 還是衝完電信或其他電信業者的 線路有問題 所以呢 這都是有可能的環節 那舉個例子講 Google它提供100%這個 數據不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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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載太重 而導致系統 系統 系統 停止服務的一個狀況 但是 它不能保證 在各國裡面的電信服務業者 能夠 使命避倒 這也是到時候 這筆帳要算在誰頭上的 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也是這邊跟大家提到的 那 也是這個東西到時候要經營 甚至說 這些 這些那個 原端服務的提供商 在跨國 跨國進行服務的時候 需要去考量的一些問題 那另外呢 敢於預估的網路流量變動 是這邊也提到的 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估 網路的流量 從頭到尾其實 大部分流量是可以預估的 但是 但是 也有少部分 你根本沒有辦法預期 好 那 這些都會讓整個 整個雲端系統 在做備援的時候 或做 資源調配的時候 是一個很困難 很大的一個挑戰 好 因為 像我剛才講的 使用公用雲的優點是 把 流量啊 把 把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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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 還有一些要求 都放到 雲端服務的公司上 那你會發現說 欸 經過今天的一個要求 跟 跟那個 雲端的一個 提供啊 會導致說 雲端服務啊 其實是 其實是會 會有可能是說 欸 沒辦法 沒辦法 要如何 達到你的要求 它必須快速的 反應 那 這樣快速的反應啊 你要確定說 它到底能不能 能不能達到 那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 realtime或快速的反應 這種機制 或這種系統 其實它的 製作成本 還有它的 反應時間 其實都是很理想的 很理想 就表示 現實中其實是 還似乎 不太可能達到 呃 無感 中間會有一些 一些差異 所以是這邊提到的 那 網路雲端的一個挑戰 跟隱憂 日益複雜的網路架構 好 這邊提到的 我們知道 現在 IP走的是 IP IP的 IP的一個 TCP的Protocol 那 我們知道 現在目前走的是 IPv4 那接下來 可能會走 IPv6 好 那像我們今天去 宜蘭先生政府 跟他們提到說 希望 現在所有的 政府機關 可以 開始的 把一些 公務建設 盡量建設一些 所謂的V6環境 那 其實也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 網路不是一個單位 就可以起來了 舉個例子來講 網路連結到世界每個國家 或台灣每個地區 不是 像在台北市 它網路好 可以用 整個就OK了 其實要整個網路架構 整個都起來 才能達到往往相臨的目的 那 光 那我們今天去 先進我們那邊 其實那邊的技術人員 給我們的反應是說 他在 他也很願意使用V6 但是問題是 他 其實有測試過說 當 當他現有的 一兩千千台架電腦 然後呢 他使用V4環境很穩 已經比較穩定了 問題不大的時候 他 他 他有嘗試過說 如果做一些 一些 系統 upgrade 然後去變成V6的時候 他其實 發現系統是 不太穩定的 那就不太穩定 對於一個 維護者來講 他是不太能夠接受的 因為他會得到 他三道後來的問題 所以呢 這些就是 都是 都是 在換新架構的時候 好 提供商 跟使用者 他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所以 如果讓 讓 系統穩定 那也許早期 所謂的網路 他們常常提到說 只有V4 然後現在又有V6 所以 這個變成日益複雜 那我們最近 最近 談到的 所謂的 所謂的 越來越的 IP的一個架構 已經有點過時了 IP已經出來很多年了 那接下來 尋找 尋找 網路 尋找接點的 路由方式 會用NAM的方式 來進行 這個名稱 所以命名網路啊 接下來是一個 一個主要主流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網路上 共存的一些架構 就可能很多種 那 這些所謂的 雲端服務的企業啊 他們怎麼樣去 怎麼去整合這些架構 來做營運 這也是他們必須 考慮到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也跟大家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這麼複雜的架構 雲端公司要做一個整合 其實他們 他們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甚至說 早期都是所謂 可難色違的架構 那接下來 全部變成虛擬化 那 變成虛擬化 原本舊的系統 怎麼樣綁進來 他舉個例子來講 很多 使用可難色違架構的 用舊系統架的一些伺服器 那他怎麼把這些伺服器 全部慢慢的轉成 轉成所謂的 使用VM的方式來進行 使用VM的方式來進行 那可以直接轉嗎 還是需要經過一些處理 也是一些問題 好 那講到這裡啊 順道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們跟大家提到 所謂的那個 大家提到的V4跟V6 IPV4跟IPV6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們的 我們的IPV6 是現在 現在 全世界 開始在注意跟主推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IP的一個協定 就是往後位置 那我不知道同學之前 這一塊 是不是有修過相關的課程 好像那個 我們的 所長 然後有開槍的過程 那 這裡有幾個問題 順道也跟大家提一下好了 大部分同學 可能 也許一年級的同學可能 都不曉得 那 IPV6 它 它的 位置長度是128位元 然後呢 我們現在用的IP 叫做IPV4 它其實位置長度是32 那 所以呢 為什麼 為什麼要做的提升 其實大家都知道 IPV6 它的位置長度是比 IPV4還長的 理由就是因為 現在IP 現在網路的使用者變多了 每一台 設備要上網 發援你的手機 只要它要連接網路 它都必須要拿到一組IP 它才可以連接上網 那早期呢 網路 沒那麼多人用的時候 所以一個IPV4 網路的一個整體的架構 就足夠提供大部分的使用 但是 這十幾年來 發現網路成長速度太恐怖了 所以 它已經 已經 不能支撐這樣整個的需求 那 問同學說 大家知道IPV4 它 它 總共32萬元長度 它的IP到底大概有幾個 如果 同學 可以去算一下 2.32次方 這個數字是多大 算起來大概是42億 42億左右 所以呢 42億 最多 最多42億個IP 然後呢 加上什麼 加上 這個42億IP 其實你不能實際用那麼多 我們知道 如果你有去學過IP網路遮罩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遮罩會浪費兩個IP 那 甚至有些IP是不能發出去的 有些特殊用途的 那 你會發現說 其實實際上可以使用的IP會更少 那 這更少的時候你會發現 欸 我們 我們 全世界人口已經超過60億 好像應該是到70 快80了 70幾億了 那40億的IP 其實一個人分不到一個 更何償說有一些人是拿了好幾個IP 所以這IP是 是不夠的 齁 這是一個 一個 嚴重的問題 那 這IP不夠了 所以呢 在 大概十幾年前 幾個國家已經開始強烈的來推IPv6 齁 那 像日本 韓國 台灣 大陸 這幾個資訊比較先進的國家 齁 比較快 然後呢 他們的IP 需求很大 但是他們拿到IP 不多 齁 舉個例子講 台灣 有兩千多萬人口 我們大概只拿了一千萬左右的IP 齁 那 怎麼樣支撐這樣的一個上網的壓力 齁 這也是 這也是當時的 整個大家都 網路規劃的一個人員都已經 感覺到了 所以他們都已經一直在推IPv6 那 大家可以發現一個 一個 事情就是 IPv6好像沒有推展起來 齁 因為很多同學 也許來只是來修正門 修 志工的課 齁 或是網路上有時候會聽到一些新聞 可 IPv6應該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真正落實在各位的生活中 所以說 那 同學沒有感受到說 我現在用的就是IPv6 齁 應該沒有 那 為什麼沒有 因為對於使用者來講 使用IPv6或IPv4 對他來講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只是要能夠上網 那用這兩個協定到底有什麼差異 對他來講是無痛的 跟無感的 所以呢 很多人不在乎 那 這是第一個原因 所以推起來 就遇到一個評審 因為大家 不會那麼強烈的去要求 電信商 一定要推IPv6 那 IPv6 那 IPv6 在 電信商應該很想 很想要趕快 那個 很想快快一點的 推展 因為 IPv4 不夠了 那 IPv4 我剛才講 他IPv6 已經面臨一個壓力 那其實在 2012年 就今年 IPv4已經發完了 齁 已經發完了 那發完了 他現在全世界 IPv6 已經沒有 國際組織已經沒有辦法再發IP 給 給 給各個 各個國家 現在目前就是大家 以自己國家內的IP 來 來運作 那 勢必 在IPv6 是需要的 那我剛才提到 像電信商應該很積極的想要推啊 可是電信商也不一定那麼積極 只有政府很積極 怎麼說呢 因為電信商他 我剛才跟大家提到的 我提到的 電信設備啊 電信設備 所以 買了 其實他們 他們 他們應該會用很多年 那即使啊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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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推新的政策 他們舊的設備 要是可以使用的話 他們還是繼續用 就像我講的 使用者根本不在乎你是推 V4或V6 所以呢 這些電信商 他們覺得FV系 你也可以啊 那只要他有用一些變動方案 那你可以 可以繼續使用 那就繼續使用 撐到不能撐再說 這樣直接換設備 好 這些都是 都是原因 這些都是原因 好 那剛才我們順道一提 跟大家提到說 IPV4已經發完了 那同學會講 40幾億個IP 還算蠻多的 全世界 目前真正上網的人口 應該也還沒那麼多 那為什麼會 全部發完了呢 其實 理由蠻簡單的 除了說 除了說 IP在切割的時候 有些浪費以外 另外呢 其實 IPV4的IP 是 分配給各個國家 是不公平的 很多國家拿很多IP 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國家 也有很多國家 是拿很少IP 取革幣 只在講 這個 我們這個世界的 很多IP都在誰手裡 其實同學如果知道 我會說 都在美國人手裡 沒錯 那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呢 大家猜猜看 所以 你可以發現說 網路位置 網路位置 比如說 一大的網路位置 是 www.niu.edu.tw 你會發現 點tw是什麼意思 代表台灣的網址 而全世界每個國家 都有網址 那你會發現 有點jp的 大陸點cn 有沒有 然後韓國點kr 那你有發現 點us的嗎 沒有 因為 後面沒有寫國家的 全部都是美國 所以從這一點就知道 欸這個網路 其實是 是掌握在 當時發明的國家手裡 就是美國人手裡 所以呢 美國的 美國人握了 握有很多IP 所以 IPv4啊 很多都握在美國人手裡 那 大概之前 統計過大概有一半 都在美國人手裡 所以大概十幾年前 剛才提到 台灣 日本 韓國 大陸 在全世界發生說 我們要使用IPv6 然後呢 美國其實 不太在乎 他們 大家都在開會的時候 在喊說 IP不夠了 沒有IP了 然後美國只回了一句話 不會啊 IP有不夠嗎 我覺得 沒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他們IP很多 他們有21個IP 他們人口才3億多4億 所以他們有好幾倍的IP 甚至說 像美國一些 知名大學 比如說 MIT 史丹佛 他們 這些學校拿到的IP 都比 我們整個台灣拿到的IP 還多 甚至說 他們那些的 學校裡面的教授 你們 裡面的實驗室 拿到IP 都比我們 一個 縣市政府 甚至整個 這樣加起來還多 這是很恐怖的 因為他們就是拿到一組很大的IP 那當IP不夠的時候 IP就是可以賣錢 所以現在IP已經不夠了 所以IP利是轉移的時候 其實 他是有價 有價值的 可以換成錢 所以這些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都是問題 那剛才跟大家提到說 其實 講到這裡 可以順道跟大家講到 講一件 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 不管是同學們在業界工作 或我們在學術界 其實到最後說 你一個idea 一個想法 要 要落實 後面 推展的人很重要 後面是誰在推展 誰在推展 推展這樣才能讓這整個 整個 整個技術 導向一個 你要的東西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看過很多世代的 變化跟眼鏡 每一個世代啊 每一個產品 它會 受歡迎 有時候不見得是它技術好 不見得是它技術好 有時候是剛好 那時候 有時候 因緣的一些 一些機會 舉個例子來說 像 早期我們知道 錄影帶 我們知道早期 在變CD之前 錄影帶 那個大片的錄影帶 它就是主流 其實大家知道 那時候 錄影帶 開始推出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版本 也就是我們常看到的 錄影帶大片 一個是笑笑的 後來為什麼 比較大的會受歡迎 其實這些都是剛好 一些市場的一些操作 操作 那像我們剛才提到的說 像最近比較紅的 一些手機好了 Nokia手機 或黑莓機 還有現在大家幾個 iPhone 還有HTC Samsung 這幾個為什麼 試占率會有差異 現在試占率比較好 這些手機 其實他們就是 使用智慧型手機 然後他們的主流技術 就是 觸控螢幕 那跟 黑莓機 甚至跟 所謂的 Nokia 他們的 當時的思維不一樣 他們當時在想說 這個觸控的技術 到底要不要進去 然後有時候他們想說 我就繼續用那個 有鍵盤 甚至手機另外打開就是一個鍵盤 他們有時候就是 因為這樣的一個想法 他們在 在上 一些廣告啊 的一些 一些吸引 所以導致整個技術的改變 那技術改變之後 你會發現說 哎呀 糟糕 這樣子是不是 就整個技術往那邊走 雖然沒有 第一個 沒有很強力的大廠的主導 跟 跟一些 一些 比較討喜的一些 宣傳 所以 這些都是有問題 那我剛才跟他講到 Videos起不來 第一個 使用者不在乎 因為我才不用管理 什麼叫APP4 IPVideos 因為我只是用網路 那甚至有很多人 連IP都不知道 我還是網路照用啊 那 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說 欸 在 在 在 當年啊 當他提 IP不夠的時候 那個 美國人根本不在乎 因為 因為他覺得IP很多 所以呢 他不可能去幫你推這件事情 那因為 大的國家跟大廠 都是很重要的 那 美國 下面下起來就是很多大廠 這些大廠 當然他們 他們 他們也不會在乎 因為他們 他們覺得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那 講到這裡 如果這樣講到這裡 應該 剛才老師講的問題就是 IPV IPV是不夠 IPV6 在推展 應該到現在 IPV6應該還不會被重視 但是啊 大家知道說 IPV6 近期 為什麼 這幾年啊 這三 這五年來 其實IPV6已經漸漸的 被 被重視 那被重視 其實 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大廠跟大國 要 也要開始重視 然後被重視的原因 是因為 美國開始接受這件事情 那 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到說 美國已經接受了 IPV6這件事情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什麼 好 你會發現說 哎 你會發現說 美國接受了 那我們可以從一些 我們看得到一些現象來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那個 電腦啊 裡面的一些 網路的協定 然後 IPV6已經 已經是綁在裡面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 我們的網路卡裡面啊 在我這個版本是屬於Windows7 它已經有支援V4 跟V6 V4 跟V6 那 我們來看 這樣一個支援啊 這樣一個支援啊 都已經放到Windows7裡面 那 各位同學 如果有機會去 去拿一下你的 Windows XP以前的 八本 版本 Windows XP啊 在甚至Windows98 他們對於V6是 沒有支援的 那 Windows XP對V6 有支援 但是 你裝光碟的時候 它 V6不會預設啟動 你必須要進行安裝 另外安裝 它才能裝進去 但是啊 自從Vista版本之後 你只要裝進去 就會像剛才一樣 V4 V6都有 V4 V6都有 這也是 比較特別特別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這邊也要跟大家提到說 從這樣一個產品的支援 就是到 有很多的廠商 跟 在支持 那廠商其實 他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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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商言商啊 沒有 沒有市場的事情 他們是不會做的 那表示說 他們秀到商機了 他們看到市場了 他們看到市場 這一點很重要 廠商已經看到V6市場 那為什麼會看到V6市場 那 大家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採購的國家是誰 美國 所以呢 我們全世界只要經濟不景氣 只要美國人不買東西 經濟就不景氣 就這麼簡單 那最大採購的國家是美國 那在美國裡面啊 最大的採購的單位是誰 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 像我們有很多老 很多 很多同事啊 很多 朋友 如果他們是在美國交出 然後你去問他們跟他們聊 然後他們 他們覺得他們最大的收入 在美國 實驗室最大的經濟來源 都是美國國防部 他們只要去接個美國國防部的計畫 他們 他們實驗室 整年的 經費 都不是問題 而且錢很多 不像我們在台灣接國客計畫 都幾十萬而已 好 那 美國國防部是最大的買家 那 所以呢 從這裡 所以我們往前推 就知道 IPV6 要發展 其實就是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大國 就是美國 然後後面一個大單位 就是國防部 他們 已經希望有這種技術在 這個系統裡面 因為希望的時候 這些大廠會把他放進去 要不然 微軟 他也是在商園商的人 他也不會把他放進去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有人提出要求 那為什麼提出要求 理由很簡單 在那個 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美國人派部隊去伊拉克打仗 結果他們發現他們 打仗之前他們評估 兩邊的傷亡跟勝算 一定打贏才派人家去 打不贏怎麼派人家去 結果呢 他發現 原則上應該是我 他派去伊拉克打仗 打了 然後呢 他們很快就把戰爭結束 那結束之後呢 他們 對方 可能也許 傷亡慘重 然後美國人可能 沒有什麼傷亡 幾乎沒有傷亡 他們就打贏這場戰爭 這應該是當時的想法 結果發現啊 他們去伊拉克打仗的時候 也死掉蠻多人的 後來 伊拉克統計 在他們跟伊拉克打仗的時候 發現他們至少死掉好幾千人 兩三千有 那 甚至說 在戰爭的初期 還在打的時候 不是後期 已經在維安的時候 被土質炸彈炸死 在衝突的時候 其實 就死掉幾百人 幾百人 有時候這個數字 看起來好像 也還好 因為我們看戰爭的時候 幾十萬人在 在 在 陣亡 那幾百人 算 算我們感覺還好 那幾百人其實是很多人的 很恐怖的 那你會發現 那你會發現 原本這些人是不應該陣亡的 後來陣亡 然後呢 美軍去調查說 為什麼這些人會陣亡 因為他們科技這麼好 然後他們都有保護自己啊 甚至阿兵哥又穿防彈衣 這個是我們之前在當兵不會有的 阿兵哥還有穿防彈衣 現在時代進步了 現在時代進步了 那你會發現 這一群人 他 他 他 陣亡的原因 後來 後來 經調查 就是說 他們 他們大部分都是被 怎樣 被自己人打死 所以他們說 奇怪怎麼會被自己人打死 後來就調查說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很多 很多 很多 部隊在打仗的時候 就是跨軍種的一個整合 飛機飛過去 然後 他說下面有敵方的坦克 結果他不小心看到 所謂的敵方坦克 就是自己的坦克 甚至說 在炸敵方炮 在打 對方的時候 結果不小心 就是說他 他沒有把 艦巨拉開 結果炸死自己的人 那甚至阿兵哥 一群人 在攻堅的時候 他也不曉得旁邊轉角 是自己人 那就開槍 因為大家都很緊張 所以 這些都是 都是問題 所以他們發現說 糟糕他們科技這麼好 所以 但是他們 也被自己人打死 那怎麼辦 所以他們 近期阿 美國國安部近期 就開發一個 他們自己的 所謂的 迪我辨識系統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 很多 Discovery網站 在介紹這些 這些系統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 美國大兵 他們都背一個 背包 裡面有一台電腦 然後 頭頂的攝影機 然後 其實這整套系統 是可以 連網路的 然後 攝影機 可以把前線 拍到的畫面 傳到後面 然後 左右臨冰 可以看到左右的狀況 所以 你在攻堅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你的監視器 那個知道 你現在 左邊右邊 有誰 甚至 天空 有戰機 他們要轟炸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加入這個網路 然後 這個網路他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動向 下面有多少人 紅點多少 藍點多少 可以很清楚地去判斷這個狀況 甚至後方的指揮官 這些訊息也會傳回來 他們會看到說 哪邊的戰士吃緊 然後哪邊需要增援 這樣一個方式 所以這整套就是 用網路的方式架設起來 所以他們去架設一個所謂的 AdHug 一個行動網路 那 那 利用這樣一個網路 來做什麼 來確保這樣整個安全 那 因此 美國國王部就在那 那一年 他提出一個想法說 希望所有賣給國王部的東西 都一定要 支援IPV6 他也因為這樣 微軟才會把IPV6放進去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現在Windows 7 賣到美國國王部 他有V6 這樣他才賣得進去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提V6 從學沒想到 那我們先來看看 大家覺得 因為他戰場的需求 他需要架設網路 那剛才我們跟大家提到 架設網路並不一定是要IPV6 對吧 IP4也可以架網路啊 現在不是都要用 然後呢 那 你說IP不夠 他需要IP來架網路 但是 但是不會 因爲什麼 因爲 因爲 那個 美國 美國那邊不是IP很多嗎 怎麼可能IP不夠 而且一個部隊出去 你說 美國陸軍好了 他有派60萬的兵力 他有到伊拉克去嗎 我現在也在想說 美國全國上下的軍力有沒有 陸軍軍力 也沒60萬人 也沒60萬人 所以呢 60萬的IP 甚至說 1000萬的IP 對於他們 IP4的整體IP 來講 是 很少 可是爲什麼他會希望說 爲什麼他會希望說 以後都用IP IPV6的系統 這邊要跟大家提到的是什麼 這邊跟大家提到的是什麼 第一個 一個 IPV6系統 如果 問各位同學 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要用IPV6 IPV4 跟IPV6比較 他們差在哪裡 如果你這樣問很多人 我想你得到的答案會是什麼 IPV4 IP不夠了 那IPV6 IP很多 2的128次方 很多 所以要換成IPV6 那我剛才提到說 IPV4 大概有42億個IP 那請問 IPV6有多少IP 2的128次方 那有多少IP 你發現這個IP的數目 如果打開給你看 你會覺得它數目是很大的 但是 但是我們把它轉換成 把這個數目 比較量化 讓我們可以 用想像的 到底有多少 其實 去換算過 這個數字啊 大概是地球表面積 表面積 122的128次方 的IP 這樣就夠了 人類 目前想像空間 你可以用得到的 設備 大概是夠了 這麼一個龐大的IP 就是你換成IPV6的原因嘛 那如果是這個原因 我剛才提到說 那美國那邊應該很缺 IP才對 要不然怎麼可能這樣 因為一個戰爭 需要60萬個IP 甚至100萬的IP 200萬的IP 它就會換 其實 剛才講到說 如果你是 你是 因為IP數量很多 然後換IP 這個 這個論點 是 跟它原本核心事項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今天跟大家講之後 其實大家如果 遇到這個問題 人家問你說 V4換成V6 是因為 V4IP不夠 然後V6IP很多 所以要轉換 這是其中一個答案 但是呢 更好的答案是 IPV6的優點是什麼 它除了說 量很多 量很多 其實不是很大的一個優勢 其實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最大的優勢是 IPV6 它的協定設計啊 很適合做什麼 Lomming commovo 移動 那我們剛才 這門課一開始有跟大家提到說 無線上網跟行動上網的差別 行動上網是可以移動 那我們從雲端運算一直提啊 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 現在的所有的資訊設備 都是從固定 固定式電腦 還有nodebook 比較大的 開始變成比較小的 大家比較喜歡接受 比較小的一個電腦 或行動終端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話 是一個比較討喜的 那這個討喜的動作啊 你會發現說 誒 你會發現說 它是需要Lomming的 那IPV6 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 它Lomming的效果很好 就是它移動的一個效果很好 那這個的話 我想大家在那個 這個所長的課裡面 應該都有提到 就是它很適合做移動 因為它是用Mobile IPV6 來做移動 所以呢 你要發現說 誒 這個是它最大的優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美國國文部 剛才提到說 它的阿兵哥 希望用IPV6 是因為 阿兵哥在戰場上 他們都跑來跑去 包含飛機啊 那個 他們都在Lomming 都在移動 那移動的話 V6效果是比較好的 所以呢 會選擇V6引起 最重要是在這一點上 它因為有美國國文部的支持啊 所以呢 雲端預算系統 它就變成是說 它就變成很討喜 很討喜 然後呢 V6也因為這樣子而推展 V6也因為這樣子而推展 剛才花一點時間跟它說明這件事情 那也到這裡發現說 日益複雜的網路架構 因為像現在網路上有V4V6共存 那接下來可能IP協定的網路跟所謂的NAM的網路也會共存 那 那 你沒辦法一瞬間 叫大家明天開始就換 所以呢 這個共存時間會很長 齁 大家不可能全是 跟你講說明天開始我們全部換成IPV6 V4就不准用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這個共存時間會多長 相當長 就像現在大家在賣智慧型手機啊 電信商不可能說明天就不准 不准用不是智慧型手機的 的 手機上網 就把 我要把2G停掉了 明天 不可能啊 齁 他會 他會撐很久很久很久 真的撐到說 真的沒有人在使用 他才會去停掉這個 這個服務 舉個例子來講 大家當年在用BB Call 有印象吧 BB Call也是奇怪 很多年之後 他才跟人講 BB Call從明天開始停止服務了 他因為上去統計 是說全台目前使用BB Call 剩下個位數 他會把它停掉 齁 所以你會發現說 像這些東西不是一瞬間就可以 就可以動 甚至說 網路的世界不是集合的國家 有些國家他們經濟的能力沒那麼好 他們要升級也沒那麼快 所以不可能一瞬間把這些停掉 因為這些都是互相關聯這個事情 這些都是我講的 架構很複雜 舊的系統跟新的系統都會混雜在一起 齁 那怎麼樣讓這個混雜在一起的架構可以 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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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整合 也是雲端系統這邊提到的一個挑戰 好 那講到日益複雜架構的一個挑戰 這邊再跟大家提 問大家一個問題 他提到說 V4 V6共存 時間會很久很久 那剛才也秀給大家看 每一台電腦裡面有V4 V6 這種架構叫DualStake 我想之前在所長的課已經有提到了 那 兩台電腦要溝通的時候協定要一樣 我這台用IPv4去連你 你那台電腦也要用IPv4跟我連 那我們兩個才能溝通才能連起來 當然我這台電腦用IPv6 你那台電腦要用IPv6 對吧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問一個問題 你電腦去連線人家 譬如耐人家 有沒有 你怎麼知道對方那台電腦 他用的是什麼協定 不知道 對不對 對吧 那請問 你會用什麼去跟人家連 如果你的電腦是兩個都有支持 V4跟V6都有支持 你用什麼去跟人家連 這邊大家猜一看 你就會用哪一個 那之前有一些同學說 就IPv4連啊 我不行再說啊 其實 其實 系統真正在 這兩個系統 要是同時在線上的說 真正去連的是誰 是IPv6 IPv6去連他 齁 連結完成之後 我就用V6 如果我用IPv6去連你 然後咧 你的是純V4的 那我沒有辦法連你 那我就退回來 就用V4去連你 齁 所以咧 他的網路的連結一個順序 是V6先 然後 不能連結 對方也不是V6 那我就換成V4 這樣一個方式 但是 這樣一個架構會有什麼問題 大家知道現在網路電話嗎 我們兩邊網路電話在互Call 那我這邊的網路電話是 裡面是支援V4跟V6 然後對網路電話只有存V4 那我Call你的時候 會遇到說 我V6去Call你 結果你是V4的 我再重新發一個要求 用V4去發 再Call你 那這中間就會有時間差 齁 因為網路電話到現在 讓人家使用起來就是 他會有時間差 他Call會有點時間差 那 換成V6系統之後 這時間差 變得更嚴重了 那使用者會覺得 你的設備怎麼這麼爛 要Call一段時間才會起來 是這邊提到的 所以剛剛提到說 V6會先動 然後V4會後動 所以會影響到整個 算數延遲 那使用者不太能接受 所以呢 這會影響 影響V6在推展的一些問題 就像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去 縣政府 縣政府去跟他們 訪談一些設備 然後他們覺得 轉成V6會造成不穩定 那這不穩定 也許可以用技術來克服 可是他們使用的意願就不高 雖然這些都是問題 因為其實 在做網路圍運的人 其實大家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平常 網路順暢的時候 你沒有功勞 但是當網路出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到你 所以這也是這一行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讓人家覺得 不一樣的一個性質的地方 那 往下看 彈性分配與公用資源 你會發現 平端計算 他怎麼做彈性分配跟公用資源 這也是 這也是一個 一個重點 如果去分配 那 技術都在這裡 虛應化技術 跟資源分配的技術 這裡的話 像我們之前 我們的 實驗室的研究 有做一些 關於資源分配的一些技巧 跟網路架構 這邊也有去提到的 那這個的話 其實還是會有問題 因為 很難去做到完美 這兩點都是 那 像 影響運算的一個隱憂跟挑戰 這邊提到說 欸 當你阿 當你把 所有的服務集中在網路上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點說 你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這邊也提到說 當你在寫Word的時候 當這台當機了 你可以用隨身碟把Word 或者這個Word有問題 你把這個檔案摳出來 放在隔壁台電腦就會繼續寫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有一天 要是電信上的 網路是上不去的 那 你的Word在網路上 你就拿不到了 這怎麼辦呢 那誰能保證說 他一定都可以動作 那舉個例子 像一地震一地震 然後整個 整個斷電 那電信上一張也斷電 你手機也不通啦 好對不對 那如果在 你要做Word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雖然斷電了 可是在一些地方 是有機綁的 機綁會發電機 然後會啟動 然後你這段工作 如果很重要 你還可以繼續打 對吧 大概有這種經驗 在那種情形下 你的雲端 就沒有辦法動作 那大家有沒有想到 什麼解決方法 這塊很難 因為這塊是 Invo抓球的東西 當Invo抓球不會動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不行 舉個例子來想像 我們現在 每天這樣 南北交通這樣跑 因為高鐵 台鐵 還有客運 高速公路 都是順暢的 所以感覺不出它的重要性 你會發現 有一陣子 有一次高鐵會停死 有沒有 然後高速公路淹水了 然後忽然 好像南北交通就斷掉了 這影響是很大的 是很大很恐怖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那怎麼辦 這種東西就像我講的 你到時候網路沒辦法提供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樣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 有點無解 那現在大家還不 不針對這個問題 去提供一些想法 這種東西又跟忽然停電了 一樣 你的東西都壞掉了 那另外呢 就有提到說 你放在網路上的設備 其實就是你的影視的部分 就是個資嘛 但是呢 你把它放在網路上 我是不是可以去分析你 分析你 那分析你的時候 你的東西我就會知道了 像最近比較夯的一個議題 Facebook 有人利用Facebook去分析說 你的社群關係 就是我可以把你啊 把你跟誰跟聯繫 然後你們中間的關係 做成一個圖表 那這種東西就像族譜一樣 我們可以把全市每一個人 就類似這樣做出谷 要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 你跟這群人混在一起 那你表示你 你是跟他們是有關係的 舉個例子來講 要是有人在販毒 那其中你的 就是 那個人的 那些朋友有人在販毒 那是不是他們在追的時候 發現 其中有兩個朋友是在販毒 那這個跟他有關係的 他是不是吸毒或販毒的機會 比率是很高的 當他做出這個社群的時候 那 他就會去分析這個風險 那甚至像國際間當然是有些 類似恐怖分子啊 譬如說有一些跟某些恐怖分子的名字是 他們行為是有一些社群的關聯 那你就會被 叮傷了 所以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些都是隱私啊 這些都是隱私啊 所以呢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甚至有一些疾病啊 比如說AIDS啊 有了沒有的這些東西 那當這些可以去分析的時候 那隱私的部分就 就 就被跨越了 那雖然現在提 提出了什麼那個 提出了那個 呃 誒 個資法 不能被 不能被監控 然後來 提供不能那個監聽 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們做技術人 覺得說這些都是講講講 其實要做這些事情 是做得到的 因為有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人家 管系統呢 他們都可以直接知道你們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些也是到時候我們 一些挑戰跟隱憂 那怎麼解決問題 科技人 其實他們可以提出一些 科技的解法 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雲章運算的最後一個 大家提到的一個引誘啊 這邊提到說 如果網路速度不夠快 他就沒有辦法把遠端的電腦 當作自己近端的電腦來用 因為他的 他的 他要存取嘛 那如果網路不夠快 有沒有 有沒有 那 這個 這個連線 就會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呢 怎麼處理這些問題啊 都是 都是 一些解法 一些解法 那 所以呢 總而言之啊 今天跟大家講到 這個 網路系統的挑戰跟理由 他必須要 必須要能夠 讓 網路能夠順暢 然後 負載平和 然後呢 整合所有的問題 來解決 來提供 比較 比較 妥善的服務 是今天這門課 跟大家提到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下一個單元 要跟大家介紹 所謂的 雲端的一個伺服器 還有雲端的 雲端的機房 Data Center 一個部件的一個方式 好 這裡面有很多know how 在裡面 各 各家廠商在這邊 其實接下來就是 角力位在這裡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提到 這樣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件 我們會在這邊 進行 哪個部件 就 człowie們 那真的 用提供 也 等一遍 進行 接ém 詳細 我們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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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